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 Windows 11与iPhone互传文件的方法 它是利用Documents来实现的 通过防卫其内置的WebDAV服务 来实现文件的互换 这种方式不需要在Windows上 开共享服务安全性比较好 只需要在iPhone上安装一个App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 打开iPhone上的App Store 输入Doc 选择第三个 然后选择第二个跳出的响 这里我已经安装过了 直接点击打开 再点击左上角的齿轮图标 再往下滑动 打开WebDAV服务 可以看到我这里默认是开启状态 一般第一次安装的话是没有打开的 需要自己手动开启 就像这样子 请记下这个网址 等会需要在Windows中访问它 现在切毁Windows 11电脑 打开浏览器 输入刚才的网址 输入刚才看到的网址 http 冒号 斜抗斜抗192168.32.113 验证码就输入右边弹出的6069 好了到这里 两台机器已经顺利连接上了 可以相互穿文件了 比如我可以下载这个MP3文件到电脑上 稍等片刻文件就会下载完成 系统就会自动打开音乐 开始播放了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系统之间的文件交换 习惯性好评 最后使用完成后 关闭Documents 这样共享就关闭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东京理主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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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o